你刚刚成为新基督徒 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当你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重生的那一刻 就是你永生生命开始的一刻 在建议你下一步怎么做之前 请记住 我们得救是单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接受所赐的恩典 不是因为人的任何行为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以福所书二章八至九节 基督徒的生活不会是一直完美的 你仍然会犯错误 会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然而神已经开始了使你成圣的过程 使你逐渐活得更有耶稣基督的形象 但是成为基督徒在你生活中最大的改变是 从今往后你将与耶稣基督一起面对生活 当你遇到生活中的问题时 上帝将引导你并带领你的路向 你从此不再孤单 上帝永远不会离开你 也不会抛弃你 现在耶稣基督里 你有了一位救世主和一位朋友 你的生活不再是你自己的生活 你现在属于基督了 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 也不要畏惧他们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现在你已经明白并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下一步 该做什么呢 一 每天阅读并思想上帝的话语 圣经是基督徒生活中最终的权威 当你对圣经的理解越多 越能够了解生活中某些上帝的心意 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坐陷慢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诗篇一章一至二节 二 每天向上帝祈祷 祷告是与上帝的交流 作为基督徒 和万有的造物者直接交流是你的特权 你可以感谢他 可以随时与他交谈 祷告将使你与神的关系更亲近 不住的祷告 帖撒罗尼家前书五章十七节 三 受洗 一个人不是因受洗得救 然而受洗是在众人面前表明你相信耶稣 承认主名 因此 在你信主之后 要进行洗礼 以象征与主联合 同死同复活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罗马书六章四节 四 在生活各方面都信靠上帝 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再根据自己的感情 情绪或这个世界的价值生活 相反 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生活 应许和指示生活 我们必须学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信靠上帝 因为上帝将使万事成就他的美意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赵的人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五 学习顺服主 圣经说我们必须是行道的人 而并非单单听的人 因此 我们要学习靠着信心顺服上帝的话语 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将使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本质 我们对上帝的服从也将使我们在属灵上成长 所以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 六 参加教会 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实际上就是人 是重生信徒的集合 但是 重要的是要祷告并在上帝的指导下进行研究 要加入一个良好的 以圣经为基础的教会 该教会正确的教导和宣讲上帝的道 在这里 你可以与其他基督教徒一起团契和成长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掰柄 祈祷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 七 和真诚的基督徒团契 环境很重要 你要与基督徒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团契与交流 彼此建立与鼓励 在基督里成长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邪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 你会不会有点灯